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摩尔 豆子家族想参加智慧术创意大赛 哦 豆子兄弟们 你们都有什么分领呢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绿豆 我可以做成绿豆粥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红豆 我可以做成红豆粥 嘿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黑豆 嘿嘿 我可以做成黑豆粥 哦 豆子兄弟们 你们应该去参加美食大赛呀 我们不想老是被当做食材 还有别的用途吗 嗯 这个嘛 还是让我看一下我的智慧术宝典吧 哦 找到了 可以做五谷粮食画 五谷粮食画是以各类植物种子和五谷杂粮为主体粘贴而成的画 用粮食来做画 起源于常朝呢 主要利用其自然颜色 自然形状 通过粘 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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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手工制作方法 形成一幅幅幅 被附予 笔响 喜情 内涵的图案 通过亲自制作粮食画 所以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哇 太棒了 我们来做画吧 哦 等等 我们还需要其他的粮食兄弟呢 那我们快去找找吧 欢迎来到乔乔手手工屋 本栏目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红果果 我是绿泡泡 今天我们在乔乔手手工屋里 要来做一幅粮食画 哇 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粮食画之梅花腊八糟 那首先呢 让我们来欢迎一下 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两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叫黄亚轩 今年八岁了 这是我的妹妹 大家好 我叫黄亚轩 黄亚轩 这期我三十半了 这期我四十了 今天我试试办了 那今天教我们做手工的呢 是我们的韩旭老师 手工老师 韩旭 来自NG里幼儿园 在做手工作品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来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做手工找材料 我们一起找材料 找找找材料 找找找材料 工找找去找找 我的材料找到了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 卡纸 各种豆子 各种米 椒水 好的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木进口儿童牛奶 好那材料已经长好了 接下来呢韩旭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那接下来我们先用笔画出碗的轮廓 先画一个椭圆形 再画出一个碗底 下面我们用乳胶来涂出碗的轮廓 我们用绿豆和一仁来装饰出碗的边框 哇有那么多的豆子呀 对呀 看看我们的雅萱和雅琪小朋友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豆呢 大白豆 大白豆非常形象 其实它的学名叫云豆 这个黑色的就叫 黑豆 黑豆 这个呢 花云豆 云豆 对了 虽然认识花云豆好厉害 这个叫花云豆 不是红豆 对这个呢很小的颗粒很小的是 玉米 这个应该认识 黄色的叫 黄豆 绿色的是 玉豆 这个是 红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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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它们来制作好玩的手工作品吧 好 一起来 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用食材来制作辣巴粥 沾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辣巴粥 接下来我们用红豆来粘切出它的热气 哇哦 美味的辣巴粥 里面有丰富的食材 真是太棒了 电视之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还认识哪些种类的粮食呢 蛮屋子 红胆子 里面住着白胖子 这就是花生 这是大豆 大豆可以做成豆浆 豆腐老 豆腐可好吃了 这个是玉米 我最喜欢吃玉米 腊八粥已经制作好了 冬天到了 雅琪雅轩 你们知道什么花开了吗 梅花 真棒 是梅花 接下来我们用笔 画出梅花的枝干和花朵 接下来用黑豆做树枝 红云豆做梅花 下面我来装饰一个好看的边框 边框装饰好了 是这样的 我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 我做的和老师不一样 叫做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 也很有创意啊 红果果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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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我这个 象征的丰收的喜悦 把它取名为五谷风登 怎么样 哇你这内容好丰富 对呀 好我们来看看小朋友做的吧 好一起来看一下 哇你们做的是什么呀 哇好棒啊 它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什么名字 腊巴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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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做的一样啊 第一步 在纸上面画出碗的轮廓 将豆子粘在碗里 第二步 画出梅花 用黑豆做树枝 用红豆做梅花 第三步 装饰边框 这样好看的豆子画 就做好了 哇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 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 南山辈会幼儿奶粉 是的 那我听说在场外啊 也有小朋友和老师们 也带来了精彩的手工作品 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起来看 剪刀划指捧一捧 我们学会来 剪刀划指捧一捧 我们学会来 大家好 我叫胡安爹 我今年六岁了 我最爱的动物是大恐龙 把各种各样的豆子 粘上去 我的快就完成了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哟 大家好 我叫卉卉 今年四岁半 我的家住在重庆 重庆有一种很特殊的房子 叫吊脚楼 这是我和爸爸妈妈 一起用各种颜色的豆子 一起做的吊脚楼 嗨 大家好 我叫李玉文 今年五岁了 今天我要用各种豆子 和我爸爸妈妈 婆婆爷爷 一起做衣服回家的话 这是妈妈 这是我 这是爸爸 婆婆爷爷在哪里呢 他们在家里等着我喝腊八粥 你们看我的作品完成了 我们一起回去喝腊八粥吧 生气 悄悄手 快乐 咚咚咚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畅力 手工老师唐力 来自美丽草地幼儿园 哈喽 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 把这个批划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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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